新北市一名16岁少年可能因为跟人家打篮球发生了口角 结果遭到对方拿开山刀连砍了三刀 刀伤长达有十公分身可见顾 昨天是母亲节 这少年的母亲来到这现场看到儿子血流不止情绪崩溃 还在现场大声的哭喊 这是你送我的母亲节礼物吗 周人员赶到现场 16岁的少年倒过在血货当中 左手臂几乎被砍断 血还在流 地上就一滩血 那我们在帮他做检查之后呢 发现他左手臂上臂跟下臂各有一处的刀伤 还蛮深的身可见顾 少年大量失血虽然还有意识 但整张脸已经惨白 虚弱到连喊痛的力气都没有 救货人员紧急包扎 少年咬牙忍痛 画面让人看了很不忍 最后少年的母亲紧急感到强忍悲痛 连忙协助拿点滴 那个就他妈妈 拿点滴那个 妈妈情绪还蛮激动的 有跟她说了说 这是你送给我的母亲节礼物 妈妈的一席话让人听了格外伤感 变调的母亲节居然只因为打篮球起口角 上午11点多 16岁的少年在新北市三重中山桥下打篮球 疑似汉人起冲突 对方找人带刀来寻仇 约七名青少年分骑两台摩托车 迅速砍人之后就落跑 16岁的少年左手臂被砍三刀 分别是两公分八公分十公分的伤痕 左手几乎被砍断 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未来手的功能恐怕受影响 让妈妈在母亲节伤透心